有的人习以为常 有的人还是很焦躁 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 我这个学习压力其实不大 就算是有线下上课的手 我也经常不去 没啥可做 三月起 哈佛就一直都是用Zoom上课 包括TA session 一切都是在线上进行 我觉得对学习效率影响 比较大的一部分是 你要去找那些助教 然后在线上的话 就是因为比较难有一个 一对一相处的时间 你需要就是分享你自己的屏幕给它 然后等于是把你自己做的这个题 给所有人看 然后这个有时候就挺尴尬的 像我们的话 很多时候你需要连续去观察 现在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那种时间都做不了 说实话很打乱我们的工作节奏 公共设施大部分是都关闭 体育馆 读书馆 反正现在是都不能用 实验室的话 有一段时间是不能去 就是三月到六月之间 然后六月的时候稍微缓解一点 的时候学校出了新的政策 就是说可以有轮班制 去实验室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 有人手需要接触的地方 它都会有一个小的那种餐巾纸盒 然后挂在墙上 学校要求每周测两次新冠 然后都要negative 然后才可以去 最大的影响就是大家没法来学校了 但是怎么说呢 就算是国际学生也就跟美国学生一样 都是在待在自己家里 还有这个时差的问题 有些老师他们会把自己的 那个在线上课都录下来 用有时间的老师 他们会单独多开一节课 然后提供给不同时区的人来上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就会选择要么是gap一年 或者是干脆就找别的地方读书 或者是在国内 我以前有个室友 然后他去年疫情终搬走了 然后他Harvard Policy说 如果在疫情情况下 然后你的室友搬走了 另外一个人还是保持 原来你付的那个 整个房间一半的房租 总之这个入住率应该是挺低的 美国同学就我接触的 至少我们实验室 就是觉得要保持警惕 我职业的老板他会经常 每天每次开组会 他都问我们早上 有没有自己量体温 就是当这个疫情带来的不便 给我们实验计划 造成很多影响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很无奈 就这个居家令比较紧的时候 MSF的基础上 所有店都关了 特别萧条 说实话现在Harvard Square 我感觉人流已经跟以前差不多了 Small Base的经济压力确实很大 所以可以理解 基本上现在娱乐活动都在Zoom上进行 跟朋友们比如说周末聊聊天 Zoom上一起玩玩小游戏 我可能还比较幸运 就是因为我女朋友他一直待在这边 所以我们俩可以一起生活一个伴 可能偶尔我们会开车到比较偏远的 没有人的地方去爬完山 然后走一走什么的 一开始真的还是觉得都挺紧张的吧 我能做的只是说自己隔离好 六七月期间这个疫情稍微缓和了一点 那个时候就感觉还是很可怕 但是大家那个时候都做的防护措施好一点 就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紧张了 我周围很多同学都会觉得比较焦躁 他们觉得自己处在危险之中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北北见到家人遥遥无期 所以我自己生活在疫情期间变得比较规律 然后我个人感觉也非常充实 甚至我因为疫情迫使我不得不专注在这个写作上 然后也有些成果 所以我感觉我算是因祸得福了吧 大家在美国都不容易 自己保重好身体平平安安 然后不要太过焦躁了 希望想回国的能尽早回国 跟家人团聚 然后其他同学像我一样的是有这个博士工作压力的话 希望能处理好压力 然后每天都有进步